大家好,我是Chuc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信 星期四早上,聖羅倫蘇會在主場面對國道爾股斯 是一場阿聯邦逸役比賽,聖羅倫蘇近況穩定 而且最近主場戰鬥力亦有提升 所以今仗聖羅倫蘇的勝算比較高 雖然聖羅倫蘇在阿聯邦開局不順 但自從2月中以來,球隊狀態漸入街景 上將憑著新門中場費拉拿的一戰定岡山擊敗沙米欣蘇後 聖羅倫蘇在最近6仗的阿聯邦當中贏了2場和4場不敗 球隊表現呈現上升之勢 值得留意的是主力前鋒阿當巴里路 近期也找回入球感覺 近6個阿聯邦入球中有4個阿當巴里路入 這位巴拉圭前鋒金將的表現絕對值得留意 另外後防線演出有改善的亦是聖羅倫蘇近期戰績好轉的原因 近6將阿聯邦賽時聖羅倫蘇都能有4將力保球門不失 攻防兩面繼續發揮好的話,金將應該贏球沒難度 而另一邊角度以股師在阿聯邦開局比較順 但由於要分心南美自由杯的比賽 所以導致球隊最近狀態有起伏 近6將各項賽事只是贏一場或輸一場 雖然他們上將憑著前鋒巴達龍來入球 一球險勝提格雷,指著3將不勝的頹勢 但球隊今將出戰就很難再續勝職了 最近4次各項賽事作客聖羅倫蘇的比賽裡 角度以股師全部都是輸球 而且最近3次都遭到零封 所以陣裡的球員應該有些心理陰影 值得留意過去6次面對聖羅倫蘇 角度以股師都從未在半場攻入過對方的城門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 猶如置身現場 看盡足球、籃球賽事